男演员拍吻戏时有了生理反应,宋希直接开咬,而杨幂做得更绝。 男演员拍吻戏时有了生理反应,宋希直接开咬,而杨幂做得更绝。 在影视圈中,很多镜头为了追求真实效果,都是演员亲自上阵,并且真枪实弹的去演,就连吻戏有时候都要演员来真的。 但是很多的男星是第一次拍吻戏,或者太入戏,有时候会起生理反应,这时候就会非常的尴尬,对于演对手戏的女演员有时候会觉得不被尊重,但是最为职业的演员,还是要把戏拍完的,这样的话女演员也都会有自己解决的办法。 就比如宋希在和黄晓明拍一场吻戏的时候,拍着拍着黄晓明竟然忘记了是在拍戏,进入到了角色中,结束了还不能收住情绪,稳住宋希不松口,还想伸出舌头。 这时候宋希也真是够狠的,直接咬住了黄晓明的嘴唇,估计黄教主也是瞬间清醒了吧,有时候拍戏的时候,不融入角色不够真实,真实的话又难以控制,这时候就需要演员有专业了,精神和经验了。 钟翰良是一位拍吻戏的高手,加上人长得也比较帅,很多合作的女星也都是钟翰良的粉丝,而且钟翰良是一位很会戴。 进入角色的男演员,曾经在和张君宁拍一场吻戏的时候,两个人完全投入,连导演都觉得两个人坠入爱和了钟翰良和李小冉也是合作过。 两人在拍吻戏的时候,李小冉竟然怕钟翰良太投入,吃了很多的韭菜饺子,有这样的绝招恐怕钟翰良也不是吻戏高手了,让谁都受不了,但是最为演员,不管对方吃了什么都要完成拍摄,也真是苦了钟翰良了。 有时候演员也可以选择借位,这当然是最好的,还有的演员会在嘴上贴保鲜膜,加银行卡,迪丽热巴的做法就很搞笑,在和邓伦拍一场吻戏的时候,不能借位,导演要求要有真实感,迪丽热巴就在嘴上放了一张银行卡。 其实小编觉得,既然都这么排斥,为什么还要接拍吻戏呢?不拍不是就不用这样麻烦了。 要说最绝的还是杨幂,杨幂出道就一直很红,现在热度不减,作为年轻的女演员,经常会接拍吻戏,所以杨幂的招数也非常的多。 在和赵又婷拍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的时候有一场吻戏,杨幂就吃了很多的大蒜,当时赵又婷真是苦不开言,不要说拍吻戏了,话都不想跟杨幂说,其实男女演员也都不容易,不光拍吻戏。 有时候拍淋雨的戏,跳水的蟹,都要亲力亲卫,为他们的敬业精神点个赞。 本文素材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,请联系作者删除。